好,我们为了方便 所以先讲从角落 若立根者既见于空,亦见不空 就是这个意思 立根的人见到空,他是真空 真空里面是有妙有 所以他有见到不空 那么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这个 我之前曾说 虽然你也可以说 那个慧能本来一位物 何处的才是见性 但是如果在文字上面里面来看的话 比较像是见空 那么是不是见空里面有不空 见到一个空里面是真空 有妙有 或者是见到这个是性 人生万法的话 那么吴主还要再去 米熟也未 对不对 就问他说你熟了没有 那么他就说熟了 他还要再 剩这个筛 就是说 意思表示说 我现在是知道 但是还要主事再印证一下 所以半夜三斤再去印证一下 那么因为那当时不肯定他 那么所以 吴主把剂擦掉 恐人损害 这是另外一个解释 恐怕人家堕空的损害 而不是人家去害慧能 那么这个遗害呢 一直流到现在 所以以前的祖师 就一直说不能着空 甚至这个偶异大师来写 金刚经破空论 因为大家都着空 以为金刚经是在讲空 那么如果以偶异大师说 金刚经不是在讲空 金刚经是在讲中道 在讲中道 不是在讲空 但是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觉得 金刚经是在讲空 那么实际上不是讲空 所以他就说 我做这个破空论 那么因为空 他会有一个偏空跟真空的差别 那么必须要去把它分析开来了 所以这里说 利根见于空 亦见不空 所以这是说 从这个无主的态度 施事勤服事 勿使的藤来 就拿香来拜 大家都照这样修 很好很好 这样不会多善恶道 这样有大利益 这样将来会坚信 那么如果本来一物合处的藤来 赶快插掉 恐怕有人会误会 因为恐怕会损害 也许会能知道 但是有些人莫名其妙 他不知道 那么所以把它擦掉 恐能损害嘛 所以意味见性 那么可以说他见空 而不见性 当然呢 见空跟见性 他如果依照这个 别教跟原教的话 从假入空关 他的空里面没有假 对不对 又没有中 所以他是偏空 那么如果是原教里面 见这个空里面 就见得不空 所以他叫做真空 所以这里说 若立跟者既见于空 亦见不空 那么因为这个空跟不空 他的这个意思 比较难理解 所以我们就 就讲这个六祖弹经 他里面说的这个公案 那么关键点呢 如果一教训老师上 就是说 他的关键点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本不生灭 本自俱足 本无动摇 最后呢 何其自信 人生万法 那么就见到不空了 他的关键句呢 是在这个 何其自信 人生万法 那么他就是 肯定他见到这个不空了 所以以前的祖师说 就算本来乌乌何处得很安 也没有资格得到一波 那么我们之前呢 讲这个 永明元寿禅师 他也这样说 他说 会能只聚一只眼 如果讲本来乌乌的话 会能只聚一只眼 神秀呢 两眼俱足 两眼俱足就是 有空有有 叫做两眼 如果只有一眼叫做空 一眼就是空什么都不做 自信就是佛 为什么要来八观再见 为什么要来念佛 是不是 那么这个叫做 只有一只眼 那么这是 讲到这里 那么用六祖团经的这个 公案来说 他有这个空跟不空的差别 所以再来说